關電腦 嘿 Google 開電視 嘿 Google 關電視 OK 在上一篇我們有介紹到如何利用 Google 助理來說出讓電腦關機的指令 不過上一個是用英文的 那這次來介紹怎麼用中文呢 好 我們首先先點一下 Google Home 點完 Google Home 我們一樣我們去按自動化的動作設定 OK 先點 點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就可以去做一個按一個加號 做一個新增 那比如我新增完畢我們來看一下我實際上具有什麼動作的呢 我就按新增 然後呢我增加消一個電腦關機的指令跟一個動作 好 那我看喔 就是說我其中的條件就是說 當我對 Google 說出什麼時候呢 當我對 Google 說出電腦關機 或是關電腦的時候呢 我去做什麼動作 我做的動作就是去輸入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裝置 然後呢因為它只接受英文指令 所以呢 我們講出中文 那我們動作輸入英文就好了 那英文指令就是 Activate shut down my computer 那我只要去輸入這個新增動作 我改變 原本是用說的嘛 那我變成用輸入的就好了 那你做的方式呢 就是嘗試自行新增動作 然後呢 OK 你在這邊就去輸入剛剛那個英文指令 就可以完成 我們講中文 然後去執行英文的動作囉 所以你當你講中文就會去執行 關機電腦的動作 就是電腦關機的動作 那相對而言就是說 萬一你的裝置 只接受日文的話怎麼辦 那沒有關係 你就新中一個啟動條件 叫做電腦關機或關電腦 或是你寫英文也可以 那那個動作呢 就是去執行你第三方接受的語言指令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喔 所以當你會了這個之後呢 其他的自動化設定 對你就非常的簡單喔 好 那我們把它取消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如何說出 開電視或關電視去做 實際上開關電視的動作呢 那這個就更簡單的 一樣 我們看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 看一下 這邊有叫做打開電視 OK 那你怎麼距離化去做這個動作呢 一樣 這樣 我們看一下 我們新增一個標題叫做打開電視 那你新增的啟動條件 你按加號之後呢 你按加號之後呢 然後你就輸入開電視 或者說你也可以寫說 或者是打開電視 比如說 這邊開電視 好那要新增一個詞組叫做 打開電視 好 那完了我們按 勾勾 OK 那變成就是說 當我對Google助理說說 開電視或打開電視的時候呢 那他繼續連接一個動作 那他連接這個動作就是 去連接你的第三方的一個裝置 叫Android TV 一般而言是機上盒啦 那你打開之後呢 他就會打開這個機上盒 然後連接你的電視 透過HDMI做一個互動 那你的電視就可以被打開了 好那既然我已經裝完了 那我幫他儲存 OK 那這樣子就是完成 輕易去完成打開電視 跟關電視的動作囉 好希望你有學到 這個基本的打開電視 跟關電腦 稍微有一點複雜的 關電腦的動作 那會了這兩個字 自動化 也對你是輕而易舉喔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 點讚跟分享喔